大家好,美国驻华领事馆已经宣布,所有常规签证服务将无限期暂停 自2022年12月19日起,所有美国驻华使领馆的常规签证预约已经取消 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已安排部分签证预约除外 美国驻武汉、沈阳、广州领事馆仅提供紧急领事服务 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和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进一步限制为美国公民提供护照和紧急服务 此外,美国驻广州领事馆是唯一一家处理移民签证的美国驻华领事馆 以确认暂停所有移民签证服,并取消所有现有签证预约 一旦恢复正常,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将通知移民签证申请人重新安排预约 美国驻华领事馆最近全面暂停签证服务 是由于最近中国的新冠病例激增对运营造成影响 专家预估今年冬天可能有8亿人感染新冠病毒 2023年可能有50万至100万人死亡 2020年1月宣布第一个新冠相关的美国旅行限制 禁止身在中国的旅行者进入美国以来 新冠大流行对海外旅行和美国领事业务产生了严重影响 中国的常规签证服务于2020年的2月10日暂停 直到2021年的11月9日旅行禁令最终解除后才恢复 由于新冠大流行和针对特定国家地区相对应的措施 包括旅行限制和封锁 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驻世界各地的领事馆做出了努力 但签证处理仍然出现严重的延误 虽然最新的服务暂停的时间尚未确定 但假期旅游旺季期间大量的旅客可能会受到影响 签证申请人在安排签证方面 包括面试和签证签发方面可能会进一步延迟 计划在未来几周内从美国前往中国的外国公民 如果还没有有效地返回美国的签证 可能希望推迟他们的旅行 中国预计新冠感染在一周内将达到高峰 中国当局预测中国的卫生系统将承受额外压力 今天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对外贸易部在公告中也证实 该国的驻中国大使约翰·莫法特富贵 心脏骤停后去世 享年61岁 目前不能证实证明大使去世是否与新冠感染有关 所罗门群岛的外交部门正在与中国外交部联络 将富贵的遗体送回所罗门国内 根据新加坡的海峡时报的报道 富贵于2021年的5月成为所罗门群岛首位驻华大使 此前所罗门群岛于19年的9月根据一个中国政策 将外交承认从台北转为北京 结束了与台湾30多年的关系 中国和所罗门群岛于2022年的4月签署了一项安全协定 此举引起堪培拉和华盛顿的担忧 这显示出中国正在增加太平洋的军事存在 5月中国外交部兼国委员王毅 在访问霍尼亚拉期间试图消除西方的恐惧 称中国根本无意在南太平洋岛国建立军事基地 海外媒体报道强调富贵之死 不会让中国与所罗门之间的安全协议 构架出现动摇 与此同时美国希望深化与这一岛国关系 抗衡中国逐渐提升的影响力 今年4月美国白宫印太政策协调官坎贝尔 访问了所罗门群岛 今年8月的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 出席在霍尼亚拉举行的二战纪念活动 那么在美国的主持下 包括所罗门群岛在内的太平洋岛国领导人 今年9月在华盛顿举行峰会 并达成11点美国太平洋伙伴关系宣言 在任期间富贵寻求开通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 与中国城市之间的直飞航班 促进金枪鱼和木材对中国的出口 并吸引中国的投资和游客 根据中国官媒的报道 中国和所罗门群岛也在太阳能方面进行 富贵生前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 中国帮助所罗门开展了节水、卫生、住房、椰子加工厂 等小型的民生巷 与中国建交后 我们就像坐上了高铁 感觉就像在飞翔 富贵上任以后对中国的官方媒体也表示 中国建交对所罗门外交史来说是伟大的决定 他常常将所罗门群岛与中国接触时 受到的待遇与西方国家做对比 称在中国受到礼遇和尊敬 他对中国官媒表示 所罗门群岛的发展并未通过与西方国家交往取得的成效 但与中国建交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变化 从现在疫情趋势来看 中国现在实际上还没有达到疫情的高峰期 感染高峰期还没有到 中国达到疫情感染的高峰期以后 美国很有可能 现在不能排除 会禁止中国公民入境 因为实际上中国 大量的人员感染以后会有变异 新的变异的毒株会进入美国 那么美国现在对中国进行签证限制 随后对中国公民进行这种禁止入境 很有可能是为了限制中国的变异的毒株进入美国 除了美国以外 包括欧洲其他一些国家 包括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其他一些国家很有可能会追随美国 限制中国公民入境 所以我也提醒 有出国计划的 咱们中国公民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 那么如果美国包括欧洲 禁止中国公民入境的话 很有可能会影响你未来的形成 现在来看 实际上中国的疫情 现在正在进入高峰 但是现在高峰还没有到 高峰应该是达到八亿人 应该有八亿人染疫 这样的话 中国才能达到群体免疫 为什么 因为中国实际上不同于西方 中国已经限制了三年 限制了三年时间 所以不像西方 它是利用三年的时间 逐渐的进入到一个群体免疫 对吧 三年的时间 而中国你可以看 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二十天 后面可能还有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 又是三个月的时间 中国要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 你可以想象这个规模 另外病毒会变异 这个变异的病毒 对全世界 对其他国家会产生什么影响 现在包括世卫组织也在监测 最后我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呢 这个病毒呢 实际上对年轻人啊 实际上影响有限 你从现在的整个的发病情况 包括海外 海外这个年轻人患病率 从这个整个的情况来看 这个病毒实际上不管怎么变异 实际上对年轻人影响都有限 这个病毒呢 对老年人 对身体 包括有基础病的一些老年人 这个威胁是巨大的 所以现在来看呢 中国应该加强对老年人的防护 另外呢 疫苗 接种 加强针疫苗 那么未来呢 很有可能在这个新冠 发生变异以后呢 会通过国际旅行 那么重新从中国这个变种的毒株 会重新流通到全世界 那针对这个变异的毒株呢 我觉得中国呢 要加强和世卫组织 包括其他一些国家 卫生机构的相关的合作 另外呢 要有透明度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从整体上来看呢 实际上这个病毒啊 不管怎么变异 实际上它的致死率在下降 致死率在下降 但是传染性一直是非常 现在这个疫情呢 实际上我觉得是一个倒转的现象 就过去呢 中国呢 进行封控 限制外国进入 对吧 对外国进入有一种限制 现在呢 是倒过来 中国是开放 那么未来呢 可能外国对中国进行限制 那么未来呢 对中国的企业 包括对中国公民 出境 包括对中国的产品 会不会有一些歧视 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政策 我觉得这都会影响中国未来 影响中国的企业 影响中国未来的经济 那实际上呢 就是一种倒转 过去是中国防海外的病毒进入中国 现在实际上是 外国开始防中国 变种的一些病毒 通过国际旅行 那么到达全世界 所以可以看啊 未来对中国 对全世界这个经济 还是有深刻影响的 不是说中国一开放了 全世界就接受了 全世界就接受中国了 我觉得这样想的有点简单了 包括美国 包括西方 他也不会这么简单 就接受中国 他未来呢 也会有相应的政策 限制中国人 而且这个限制 甚至要一年以上 你都不能排除 一年以上 所以未来中国人 进出海外 实际上我觉得是越来越困难了 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 你可以看这个疫情啊 中国方面限制结束以后 实际上外国也开始对中国限制 所以你可以看这种疫情 对整个经济 对吧 对中国 对整个世界 这种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 这是今天的美国驻华使领馆啊 暂停对华签证的最新的消息 现在来看呢 中国呢 一定要防止美国联合着盟友 利用新冠疫情 对中国公民进行国际旅行限制 另外对中国企业 用疫情进行限制 这是中国现在一定要防止 后续有更多的消息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